民間黨立委王世堅 新會旗又送上禮物 行政院長卓榮泰 微笑接下台灣現實拼圖 最高的政治道德 不分藍綠白 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呼籲不分黨派團結在一起 但進入質詢環節 一聽到這個部會 王世堅收起笑容 獲利全開 這個術發布 我簡單五個字 飯桶術發布 我不曉得他在幹什麼 警政署啊 佈置這165APP 這麼生氣不是沒有原因 根據統計 111年詐騙件數2.9萬 財損約73億元 去年增加到3.8萬件 財損增加到88億元 今年專法過了8月 財損高達137億 內政部長劉時芳解釋 計算方式不同 以前10到20人算一案 現在165專線一人就報一案 這個飯桶數位不花六倍的錢 我希望說你今天就下令他 乾脆撤掉算了 我們全民就當作說這些錢丟到水裡面 不同一聲 術發布打炸進度讓王世堅很火大 發揮國會監督力量對港中央 新任院長卓中泰承諾丁進度 讓所有受到這種錯誤訊息的人 可以在平台上去查詢 他也說國外是沒有這樣 這麼完全的一個機制 所以他現在在嘗試的作業當中 全選速度爆氣 王世堅財文立場 收住人民納稅錢 畢竟花大錢打炸 效果弱勢不張 即便是執政黨立委 也難挺自家人 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是一個投資理財白痴 所以千萬不要跟著我投資理財 就是這絕對是詐騙 101動作架槓給賈詠傑出面喊話 民眾別再掉入詐騙圈套 也曾在臉書發文 分享選股配報的是賈詠傑 真假的假 他還怒斥有種就都不要下架 看說現在誰的流量會比較高 然後他們就會冒用了 不管是頭像也好 然後變成一個投資理財的專案 江永杰不忍了 因為詐騙防不勝防 就在你我身邊的超商賣貨便 也得注意 用14萬美食粉專版主 大大寫下7萬8千多全沒了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上網賣個票卻換來詐騙 其實當下很急 很急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對方的賬戶被凍結了 那我的賬戶是不是也會受影響 雙方透過超商賣貨便交易 買家匯完款後 對方卻說自己的賬戶被凍結 請當事人聯絡賣貨便客服中心聯絡 接著又轉到銀行客服 還提供專員照片有模有樣 親戚之下只好一步一步 按照對方指示操作 殊不知過程中 各資早被摸透 回過神來 賬戶的錢都被轉出去了 錢拿回來的機率不高 所謂叫你轉的銀行金額 叫你操作的那個數 其實就是我裡面戶頭的錢 假賣貨便 真詐騙案例不止一樁 有人說被騙了九萬塊 直接把銀行裡面的錢都騙走 天文底下也是哀嚎一片 超商持續在官網宣導 要大家不要輕易在不明網站 或通訊軟體提供個資 就怕回過神來 恐怕只能花錢買教訓 三天新聞將不為 領取台北中央報導